最后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无神论之间有什么不同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导论的时候也已经讲过 上几节课也讲过 不可知论在理论上 他们认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对神真正的知识 他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 所以我们不可能认识神 不可能参透神 不可能了解不可能把握神 所以我们不知道神存不存在 结论是我们不知道神存不存在 所以我们不定论神不存在 或者神存在神是什么样的 无神论是有好多无神论的形式 其中有一种我刚才也讲了 一种是这种理论上的无神论 就绝对在他的理论上 他就是恨无神的存在 彻底的否定神存在的可能性 他的理论就主张神不存在 还有一种是近乎不可知论的无神论 虽然他们不否定神存在 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无法认识神 所以最终得到的结果 其实就相当于实践性的无神论者 所以不可知论理论上是给神存在的可能性是开放的 但是对于我们认识神是否存在 和对他认识多少这种能力的怀疑 所以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神存在 保留了神存在的可能性 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神存在不存在 结果上和无神论是一样 都不敬拜神 都忽视神 但是他是相对温和的 相对好像是谦和的 我们不知道神存不存在 所以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但是无神论是更主动的 积极的 攻击性的 彻底的否认神的存在 对自己很有确信 我们可以指导神 判定神不存在 相对对人的认知能力上 前者比较谦卑 后者比较 确信 自信 骄傲 以自己的判断认知能力去否定 无论是用什么逻辑 什么样的理论 否定神存在的可能性 神不存在 所以有这样的差样 无神论里面有很多 这个不同的理论 大体是这样